我招呼了那边 你别招呼了 我招呼了 你别招呼了 招呼了 你别招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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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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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腿还能动吗 你不要怕 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这是我们艾米留给我的戒指 她保佑了我很久 现在一定要能保佑你 你把戒指给了我 那你怎么办 我不要紧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不会死的 谢谢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婉 我叫苏婉 你叫苏婉 苏婉 你醒了 我的头好疼 我的头好疼 什么你想起来了 你醒来 我戒指呢 这是谁的戒指 你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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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怎么老是忘到十年前那场大火 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啊 什么事 还是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 糟糕 和李宇的婚礼要迟到了 勾引力道回国 李总 当年火灾过后 您一直以治疗腿疾为由隐居国外 创立全球顶剑集团龙川集团 现在终于回国了 当年火灾一时 让我痛失了历史的继承权 背有一个力强给脱筹 直到现在凶手还没有闹 只好先脚装残队 迷惑住所有 好让凶手抱身心天 十年前殿院那场大火 醒来之后 这名戒指就一直在我身上 查出放途的人是谁 还有这名戒指的主 不惜一切代价要被伤到他 是 李总 哦 对了 您侄子丽宇的婚礼 正在龙川国际酒店举行 侄子的婚礼怎么能缺席呢 而且我还为他备了一份大案 黄马 是我最好的朋友 希望你的婚姻幸福美满 谢谢 大喜的日子 大哥不等我 是不欢迎吗 弟弟 传说中在外疗伤十年的历史业 退出了历史继承人的位子 从此没钱没事 不过他怎么这么熟悉 怎么可能呢 当然欢迎 这不是怕物乐及时吗 且入座吧 我们婚礼继续 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这个新娘怎么那么年少 好像在哪里见过 哎 关掉 八十病狗关掉 老婉 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老婉 那我们只是情不自禁 丽语他是爱你的 当着我的面 撒谎演习 你们知道我是傻子吗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抱回来 各位来宾 感谢大家摆忙之中 抽空来参加我的婚礼 只是 现在我要更换我的新郎 但是我还不确定 我的新郎愿不愿意去 请大家为我加油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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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叶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确定 你就是我 将要共度一生的你 从今往后 不论贫穷还是富裕 健康还是疾病 我都将永远爱你 守护你 照顾我 要是和李思叶结婚 既能完成长辈约定 又能成为立于婶婶 可以好好打着渣男的礼 这女人 倒是有情 我 愿意 多谢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 苏婉 你怎么能在我们的婚礼 和别的男人求婚呢 况且这个人 还是我的小叔 他不也姓利吗 我一枚破坏约定 二枚出轨 为什么不能结 荒唐 李思叶 您是长辈 不能抢你侄子的女人 我 大哥 我可是个残废啊 这好不容易 有个女人肯嫁给我 我得烧高香啊 苏婉 你看清楚 我的小叔是个瘸子 那也比你这个出轨的渣男要好 还有 别一口一个苏婉的教程 大家都是读过书的人 要懂得尊卑 我现在是你小婶婶 是吧 大哥 本来以为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布 原来是一只牙尖嘴里的小野猫 李 快叫啊 苏婉 你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敢 怎么 是看不起我这个 瘸子叔叔 婶婶 乖 走了大哥 婚礼当天新娘竟然转身求婚新郎叔叔 这是个大新闻啊 爸 你就不该让这个残废回来参加婚礼 这下我们的脸就大了 都说过了 她是个残废 总有一天会彻底把她赶到国外 联系方式留一个吧 等我回去 把我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再来接你 看什么看 是不是因为我残废了 不合 你虽然没钱 又是个瘸子 我长得还算不错 我不会嫌弃你的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利用完人就扔的人 咱俩结得有点突然 但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嘛 我的底线是不能出轨 那你一会儿怎么回去 待会儿朋友来接 丽丝业刚从国外治病回来 在立室无权无事 身上恐怕连钱都没有 男人啊出门在外啊 身上还是带点钱好 不能总让朋友破费 这个卡里有两万 你先花着 那我先走了 有趣 没想到我堂堂龙川集团的总裁 身价千亿 居然会被一个门给帮了 老板 您为什么答应和苏小姐结婚啊 能让立强不痛快 我何乐而不忍 再说了 我一直在所有人面前装落魄 装残剑 所有女人躲避我还来不及 她苏儿坚持动作我求病 苏小姐是很特别 她的确很特别 不过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倒是想看一看 她能装到什么时候 说不定啊 苏小姐是真心的呢 无所谓 只是一个小条件 现在最重要的 是调查清楚十年前 电影院大夫的真相 已经加派人手在调查了 嗯 爸 你还有脸叫我爸 丽宇已经打电话跟我说了 三纸做主嫁给别人 你让我老苏家的脸往哪搁 是他心对不起我的 况且我也嫁给了姓丽 不算 那个没权的废物有什么用啊 丽宇他爸才是丽室的掌权人 本大书让你嫁给丽宇 好帮助我们一把 现在可好 一场空了 姐姐早是这样 自私自 自以为是 这些年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出现的 你们三个也是我出现这样 有什么资格说我 跟你死去的妈一样招人烦 你给我滚 你家可真是废物 一点价值都没有 你这个善本性 赶紧给我搬出这个家 走就走 滚 对不起 我现在还不能带走你的东西了 就连你留给我的戒指 也在十年前那场大火车弄丢了 也在十年前那场大火车弄丢了 妈 妈 我好想你 妈 你放心 等会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就借你过去 首富的话 应该够了吧 既然答应负责 就要负责到底 丽丝业虽然又穷又全 但愿意帮我解围 是个好男人 如果跟他有一个家 应该也不错 您好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房型吗 好的 老板 是夫人 赶快躲起来 你要看多少钱的 最小的货行就行 欢迎光临龙川地产 先生太太 最近出了大湖型别墅 你们要不要看看 喂 我先来的 你应该先给我介绍吧 能让你进来就已经是最大的恩惠了 带的钱连别墅的半个厕所都买不起 还介绍啥呀 别挡着我跪开 我听说你们龙川地产是高端社区 如果跟这种人住在一起的话 太掉我们身家了 我们不看了 走吧 亲爱的 请稍等 这边请 别烦我做生意 赶紧走 我不配买房是吗 像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说是来买房 专门就是来蹭我们高级茶水 做着住豪宅的美梦的 高端社区 说白了就是你这种人打勾一万年的钱都付不起 就是 龙川地产是聚集我们这种上流人士住进去 叫肉人卖的 你的脸还行 要么找个发带还可以 不用你们敢 我自己会走 我本来冲着龙川地产的宣传来的 你作为一个销售 违背地产宣传风格 败高采低 龙川地产被你调价成一个铜臭味的公司 是与你们两个 就你们这种爆发后损 上流人士也看不上你们 牙尖嘴腻 保安 把他赶出去 我李思叶的亲子 我是谁都能捧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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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进去 我上那三个人 从龙川市要神 你走 快 快 别碰他 四小姐 你是 我叫刘瑾 是四叶的好朋友 从四叶口中听说过你 原来是这样 你也过来买房吗 龙川地产是我的公司 可以自己变得来特大不行 刘总 苏小姐是我的贵客 你是在打我的脸吗 刘总 苏小姐 是我眼瞎了 我没有认出你的身份 我才无能瞎了小妈妈 你陪刘总求求请问求求姐 晚了 我滚 晚 走 刘总 她是龙川的董事 我们独自于大人物 这就不劳本您了 我们这就管 原来开源是这种感觉 爽 吐个风的就嘚瑟 苏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看龙川笑话了 为表歉意 今天你看上的所有房子 答 吴哲 真的吗 那我不客气了 最大的户型最划算 好了 那我们马上签约 刘总 我跟四爷说一声 正好你们俩去医救 等等 我 这 这 轮椅 看着好眼熟啊 呃 轮椅的牌子都大差不差 应该是某个看法的客户留下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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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丽丝业 我买房了 都亏你朋友 你开心就好 你怎么这么担定啊 这个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 我们的 你买房是为了我 我们结婚了 当然要住一起啊 等我拿了钥匙 布置好家具 咱们就住自己的家 对了 你现在住哪儿 我去找你啊 我待会儿把地址发进水机上 好 自己的家 他难道不是床 那刘总 我先走了 四小姐慢走 喂 李总 记得的事情查到了 当年火场中还有一个女人 是她救了你 人呢 你还没找到 继续查 她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那 苏小姐怎么办 我会找机会 跟她溜的 然后她再预备 你还在 因为是我 他准备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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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 有点 有点 好准备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小心 你没事吧 牆壁太老去了 莫公 你受苦了 我有事要跟你说 晚点再说吧 现在当务之急是搬进我们的小窝 走吧 我 到了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时间不早了 要不我们一起睡培养一下感情 你的意思是 你别误会啊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盖棉被唇聊天 不是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苏婉 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你现在已经被扑倒了 你应该庆幸 我是个瘸腿 那都是早晚的事 我向你求婚 本来就打算负责到底的 等我们感情培养得差不多了啊 再看那事 那事不着急 我有其他事情跟你说 我们 你说 我们衣服给你脱了 等你洗澡去 我们 不用 哎呀 你跟我客气什么 别碰我 别碰我 怎么洗出来 呀 你ora 喜欢吗 我 现在 你放入手 就等你洗干掉 你也 periods 咱们都不说 你不喜欢和别人接触 我明白 你不想展示自己残疾的一面 但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你试着接受我好不好 疼吗 看着帅哥是最好的麻醉药 果然是贪图我的美色 对了 我现在刚付了首付 身上没什么钱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给你请最好的保姆 不会哭了你的 如果我一辈子不动作 你养我吗 我养你啊 我在婚礼上说的话是认真的 那如果你赚钱了呢 会不会嫌弃我 不会的 只要你不背叛我 你这一辈子 我素碗承包了 承包我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差不多一万块吧 一万包养身价千亿的总裁 不知道是天真还是少 对了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爸 四叶 你做梦带着苏婉回来一趟吧 完了完了 李四叶她爸爸要见我 不会是因为我大闹婚礼 找我兴师问罪吧 看来这妥妥的是一场鸿门宴啊 爸 伯父 虽然没能成为您的孙喜 成为您的儿媳 应该没关系吧 叫什么伯父啊 叫爸 爸 李雨这小的没什么长进 嫁给她可惜了 你不嫌弃私业 我光业还来不及呢 希望你能和私业 一直和和美美的 爸 您放心 我很久没嫁私业了 我想和她说上心里话 那你们慢慢聊 我去外面等 你刚从国外回来 我让你大哥 在公司给你安排个工作 就我腿这样 在公司也是遭人嫌弃 倒不是赖在家里 为了我呀 靠苏婉 那个经常要做家务的 不然 要为了我嫌弃的 这张卡给你 是你的私房钱 男人有钱 腰杆才能硬 你心里别气啊 我虽然把公司 交给你大哥管 等我死后的股份 会交给你 苏婉是个好姑娘 你和她 要好好相处 放心吧 你来得正好 我不用再跑趟历史 我要辞职 婉婉 别辞 我和一婉亲只是床上关系 没有恶心吧 对 她最爱的只有你 晚晚 多少大学山企 都挤不进去历史工作 你别冲动啊 我现在是你婶婶 要保持聚 历史上上下下 都知道我们之前的关系 我是不会再谈 我不同意 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你闭嘴 你这些话 我不想让四叶听到 她走了十年 算什么叔叔 我给她个面子 叫她医生叔叔 不给她面子 她就是个废物 不计她承认也不行吧 你跟着她 你不要后悔 苏婉 你敢打我 你疯了吗 历史最讲究尊老爱幼 我替老爷子教训她 告诉你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尊重 没想到她还挺维护我 离婚的事情还是暂缓吧 反正也能个盈力强负责 你们在做什么 没什么 我跟大侄子聊天呢 老公 我们回家吧 一个残废都敢跟我抢女人 你和丽宇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你别听丽宇瞎说 这种话我听多了 早就不在乎了 谢谢你为何 我们是夫妻 你跟我客气什么 既然你现在没有工作了 不妨去龙川珠宝试试 可是龙川集团那么牛 结合了全球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师 我能念什么 你的设计天赋不错 主意也很强 龙川最欣赏你这样的人才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做珠宝方面工作的 你再偷偷关注我 我只是实事求是 我看过查记上你的设计稿 看来我们的感情在逐步加深呢 龙川珠宝是我梦寐以求想进的公司 而且月薪三万 我一定要拿下 你之前的工作经历很丰富啊 是的叔 张经理 不错 你被撸用了 你走吧 他刚才就你输 你们两个早有关系是不是 你别乱说话 没通过面试就血口喷人 你连问都没问就让我走 还说不是走后门 我是面试官 我觉得你不行 你就不行 原来龙川珠宝内部这么腐烂 有后门谁都可以接 对 我就是他叔 你能拿我怎么办 真是看走语 居然把他当成我梦想的公司 你学历高有什么用 在这里一抓一大把 九八五二一一 我看你上一家是历史 估计是能力不足才被辞退的吧 你这简历 这不是一张废纸 你擦鼻涕都嫌脏 跑来 把这个女的偷出去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老公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面试我不放心 就跟着过来看看 老 你老说 仗着年纪大就可以走后门 龙川不需要有这样的渣子 老 老六 亏你还是这家公司的老总 平时就是这么交易涉嫌的人工的 像这样的员工 还不赶紧开除 啊 是 是 对对对 保安快过来 找咪啊 找咪啊老板 随主人 叔 这种人求饶听了我耳朵 我们先去忙吧 老公 这个刘总不是干房地产的吗 他还有一家珠宝公司 你朋友太厉害了吧 刘总 你真是年少有闻啊 这个年纪 就拥有地产和珠宝公司了 哎 要真是我自己的就好了 哪里哪里 苏小姐明天就来上班吧 那个我还有事要处理 你先忙 好 老哥 我们买瓶红酒回家庆祝 好 祝福快乐 你可睡啊 我才没有 我和珠宝公司 我在江湖上可是好称千卑不做 温温 你都缠着 怎么还有胸肩 好像还有腹肌 我平时有锻炼 那你平时怎么锻炼的 你用什么锻炼 住手 可是你的腿这样 好像用什么锻炼都不方便 你长这么帅 跟你结婚不愧 我想该死的帅气 你喝醉了 我说了我没醉 醉了 弯弯 弯弯 你老实一点 你喝多了 没有 我送你回房间学习 你别走啊 我们就带柜子传睡觉 把你来给他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肯定做一切 我肯定做一切 我 我 你这腿这样 我跟他愿意我们次数都不翻呗 我和丽丝爷睡了 还玩得这么滑 死完死了 你也太牛了 这么快就推到丽丝爷上三壘了 你醒了 你醒了 把水给我 把水喝了 昨晚是不是那个了 哪个 哪个 还就是啊 没有啊 可是我明明记得昨晚你把我抱回床上 我们两个这样呢 对了 你的腿能站起来了 我的腿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发生关系吧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倒床上就睡着了 也是 丽丝爷站不起来 一定是他长得太招人了 我才会对着他想要飞飞 你 差点忘了我今天要去新公司报道 好 苏小姐 你的座位在这里 这个项目由你和小王合作 刘总 那你先工作吧 有事叫我就行 好 谢谢刘总 苏小姐你第一天来没带被子吧 好 来 以私有被子先用着 谢谢啊 来来来来 来坐坐 哎呦 这这几个总是坏的 我给你换我的 啊 太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坐 苏小姐坐 快看 这个色皮又喜欢美女 每来一个美女同事就现殷勤 不知道新来的同事会不会怎么样 嗯 刘总 火长和戒指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已经派侦探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眉目 呃 老板 有事说是 那个我好像安排错工作了 那个小王好像对夫人有意思 无所欧 我 反正他只说名义上的夫人 他对谁有意思都跟我没关系 哈 那我走了 但 他毕竟现在还说名义上的夫人 在离婚之前 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 可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哎 老板 正所谓啊 男人三分罪也闹你流泪 虽然我们没有罪 但演戏总是可以的 你回家稍微装装可怜 夫人就一定拒绝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 笑话 我堂堂龙山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会装可怜 你这是什么搜紙 出去 哦 你怎么可怜 王哥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哼 别客气 正好我也顺路 你怎么下来了 我走那么快干嘛呀 还有事吗 这花不还没送给你吗 来 这花 你别误会 这是部门惯例 大伙凑点钱 买花送给新人 哦 哦 是这样 副总 这位是你男朋友吗 我叫李思义 李先生 不会误会吧 怎么会呢 我爱这么漂亮 我很配的 哎 李先生年纪轻轻的 怎么坐轮椅啊 几年前出了点事故 腿受伤了 瘸腿的男朋友 这墙脚好巧 哦 我刚好认识一个医学泰斗 他在治疗腿积这方面 在全国是数一数二 要不我明天 帮你问问 不让你费心了 我这个腿啊 治不好 真的呀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是能恢复的话 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别那么客气嘛 大家都是同事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天色也很晚了 我先回去了 我就不信我抢不过一个残废 我们回家吧 把花给我 你走了 啊 哎 替你感到可惜 你那个同事 穿了一身的名牌 带着名表 还开着好车 还喜欢你 你却嫁给了我这个酒鬼 我跟他就是同事啊 你想太多了 我也是个男人 他对你什么心思 我很明白 我吃醋了 哎 我自己的老婆 在外面被别人惦记了 就好了 李四叶 我不会出国的 我最恨别人给我戴绿帽子了 自己当然不会这么做 以后你要和其他男人 保持无谜的局 李四叶一个家庭富男又绝着腿 没安全感很正常 是我平时疏忽他了 好 我答应你 这就答应了 只要你不变心 我一定对你不离不弃 和你相伴余生 刘特助这方法可以啊 那是此 思雅 怎么了 王哥 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为什么呀 其实思叶不是我男朋友 他是我老公 他爱吃醋 不让我跟其他疫情接触 不好意思啊 那那行吧 那个文件就给你放这儿了 既然是这样 那抢走的感觉更刺激 苏婉 龙川酒店有一个珠宝展览 正好和我们手里这个项目很相似 这周末有没有时间 我们去找找连改怎么样 行啊 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好 好了 发给你了你看一下 你渴了吧 来 喝口水 谢谢 盖已经把你打开了 王哥 嗯 你确定这儿有珠宝展览 有啊 就在顶楼 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喝口水再赶快上去吧 好 好 走吧 哎 苏婉 没事吧 苏婉 我下了一点儿 让我们快乐的好东西 苏婉 你这么漂亮怎么找个残废当老公呢 你还不会没上过床吧 你先把风干净几天 你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样 不关你的事 他这样怎么满足你啊 要不然你考虑考虑我 我身体健康 四肢健全 不想你老公站都站不起来 还要你主动 主嘴 只会下半身四股的动 你和泰迪有什么区别 苏婉 我好心劝你 你怎么还骂我呢 骂的就是你 我男人 比你好一千倍 一万倍 哦 那你放心 待会我就好好疼你 让你感受感受 我比你老公强一千倍 要万倍 太美了 李思叶 怎么是你 我是彩飞 你是装的 是呀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算你没裁飞 你一个穷鬼 找律师告诉你 我让你呸死 李总 李总 小刘啊 你告诉他 我是不是熊鬼 放肆 李总就是集团总裁楼先生 我白在龙川珠宝干了这么多年 你是集团总裁 这怎么可能 那他说完事 是总裁夫人 敢然是我的夫人 你说我要是把你给废了 得陪你多少钱 不不不 不用陪 李总打我不用陪 我还得陪你 废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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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来得及时 李总果然料事如神 这个小王 一定不会山马甘休的 你派人盯着他 一有动作 就想回报 是 把他带走 李思逸 老板 老板 我疼 我疼 李思逸 你怎么在这儿 老公 老板 没事 什么都没发生 有我在 秀恩爱 没眼看哦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我正好跟司业在这边吃饭 看到你被小王抱进了房间 刘总 谢谢你啊 要不然我可能就 竟敢骚扰女员工 你已经被开除了 给她送到四把屋里去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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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给总裁救救情 总裁 这个人已经疯了 快 带走 她嘴堵了 没疯没疯 带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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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开人的我一定超级帅 你还不跟人去看看 好嘞 我马上走 我们回家吧 跟刘总三番四次帮我们 你能不能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啊 我怎么感觉她那么怕你啊 错觉 错觉 我以后都注意 哇 苏瓦 你的设计真好看 这次龙川珠宝大赛的冠军 肯定被你莫属了 哪有 你们的也很漂亮啊 啊 还是你的好看 对啊 我接个电话 嗯 好好 原生 你妹妹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 你给她安排安排 安排不了 你都进了龙川 怎么安排不了 爸 我只是个小职员 我不是大领导 你怎么这么没用 这个上门醒了 给你们上司送送礼 我不想走后门 醒了 怎么变通呢 我不管 安排不了工作的话 你妈的东西我都扔掉 不行 工作这么累吗 不是 是我爸 让我爸我妹安排进公司 原来是想让妹妹进公司 这好办 算 随便帮她投一下吧 反正你苏小小的水平肯定过不了 小刘 安排算的妹妹进龙川珠宝 好的 厉总 夫人报名了珠宝大赛 你要不去看看夫人的作品 把时间和地址翻译 你以后就坐在这里 先从苏小姐的助理坐进去 刘总 这是 她是公司新招的助理 以后就跟着你学习吧 嗯 没想到你还真有点用 我连简历都没投 offer就直接发到我邮箱里面去了 难道是丽丝业拜托刘总帮忙 算了 进来就进来 还是比赛要求 我这里有几本书 你先看一下 我比赛设计图还没画完 过几天再教你 是什么比赛 由龙川集团牵头的 龙川市珠宝设计大赛 这几天我要加班都是为了她 等你从助理身为设计师 你也能参加 助理怎么了 你能参加 我凭什么不能 简历造假一下不就行 还是苏婉设计的好 就用她的 再说我是她魅力 用她一张设计稿 应该不会怎么样 不行 我得先撤销苏婉的参赛申请 才行 这设计图不错啊 不知道是哪个人设计的 这下面有署名 叫苏晓晓 谁叫苏晓晓 我是 晓晓年纪 居然能设计出 如此灵气的作品 看来冠军是你的 你是哪个名称出身的 苏晓晓还不是设计师 怎么用资格参加的 我是 那个 苏晓晓 姐 你跟我出来一下 你干嘛 你抄袭我的作品 你说我干嘛 不就一张设计稿吗 至于这么小题大作品 你竟然这么看不清 你怎么不自己画呀 别这么小气嘛 妹妹抄姐姐一张设计稿 怎么了 苏晓晓 你根本没当我是你姐姐 你知道啊 咱们俩一父一母的 怎么当姐姐 对了 你没有妈妈 苏晓晓 我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 好 这不是我那瘸腿的姐夫吗 苏晓晓你说话给我放松重点 你抄袭 你抄袭 完全没有把比赛的规则放在眼里 龙川不会留你这样的人存在的 你有证据吗 我有设计图可以比对 我已经把你的参赛资格取消了 你要是敢把设计图拿出来 我就说你是偷我的 我还没见过有一个女人 像你这么不有脸 敢骂我 孝妮生姐夫是看在丽家的面子上 也就苏婉这种女人和你最般配 你有空管闲事 还是去找医生看看你的瘸腿去吧 苏婉 你敢打我 我要告诉我爸妈 你没有好伙子吃的 不好意思啊 连累你了 没事 我刚才听她说 你们是一父一母啊 她是我继母带过来的女儿 我们关系很差的 看来我上次理解错了 既然没有血缘关系 那我不用受小刘晴了 放心吧 龙川珠宝这么大一个公司 肯定不会容忍抄袭事件存在的 你就这么肯定 毕竟是刘晴的公司嘛 她的人品还是可以保证的 你快进去吧 我在外边等你 嗯 去给我办一件事 去给我办一件事 本届龙川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名单 已经出来 接下来就由我来向大家公布 苏小姐 你肯定是冠军 你是在哪里学的珠宝设计啊 哈佛 不是什么好学校啦 哈佛可是顶级学府 您太谦虚了 那你是哪家的闺秀 一般啦 家里属于历史那边 参赛申请被撤销了 刘曾也帮不了我 我还是回去吧 各位来宾 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本次大赛最大的老板 龙川集团的总裁 也来到了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力的掌声 欢迎 龙先生 龙川总裁居然到现场了 传闻 没有几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听说 他掌握着龙川集团的生杀大权 只有几个董事可以直面汇报 难道今天要见到他了吗 如果碧海之心能得到龙先生赏识 那我这辈子贫固其余 还当什么小助理呢 本届冠军是碧海之心 龙先生 这是我设计的 自己设计的 是的 我很好奇你的设计理念 你说一下 为什么要设计一百零八个切个面 还有上面用的蓝绿色宝石 有什么意义 这 这个 那个 真正的设计师 肯定能说出自己作品的意义 你说不出来 证明不是你设计的 有谁能说出他的意义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说 一百零八个切个面 是为了折射出钻石最美的光彩 让原石更加璀璨 碧海之心采用蓝绿宝石的设计 就是为了体现出海洋的广阔和包容 让佩戴着更显雍如滑跪 你才是碧海之心真正的设计师 是的 苏小小抄袭我的设计 还提前撤销我的参赛申请 这苏小小竟然干了那么缺德的事 看来什么哈佛民门之后也是瞎编的 果然丑人多作怪 苏婉比苏小小漂亮多了 龙川集团绝不允许抄袭和欺骗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 我不介意杀净 苏小小 龙川集团所有的此公司 合作公司都不与你去 永远才记得住 姐 你是我亲姐 求求你 救救我吧 你不是说我们是一父一母吗 我是不会救你的 苏婉 你这是小贱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苏婉小姐在本次比赛之中表现优异 龙川集团决定 升苏婉小姐为龙川珠宝的设计总监 碧海执行为主推产品 刚才没打好关系 我现在去不知道还有机会吗 龙川设计总监 一般人混一辈子都混不到 羡慕 龙先生 你好 你知道龙先生去哪儿了吗 我想谢谢他 小姐你真逗 普通人怎么可能知道龙先生的去向 也是啊 谢谢啊 我还是去找思业吧 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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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像您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和我吃饭呢 我很乐意 只是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去忙 真的吗 只要能 只要能让我看到你更棒的设计 我们之间的交集 不仅仅只会是一顿晚饭 我答应你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会努力工作的 那您忙龙先生 龙先生 你这衣领上怎么撒上红酒了 这红酒刺怎么跟丝叶身上的一模呢 苏小姐 比赛都结束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呢 我是特意来感谢龙先生的 这是我领导 他脾气不太好 最讨厌和陌生人交谈 你还是快走吧 那龙先生 刘总 我去找我老公啊 找您 干嘛 快 快 啊 没有下来 S S S 你怎么满头的汗呢 啊 天气太热了 啊 啊 刘总 你怎么逼我先出来啊 我 腿长 走得快啊 哎对了 今天多亏了龙先生替我主持公道 他真是个好人 他从来都是一个帅气逼人 公私分明 能力卓越的人 四爷 你好像对他挺了解的 已经是刘景的上司了 多少还是了解一下的 嗯 没见过夸自己 夸这么溜的 嗯 四爷 你这领口都臭了 快去洗洗吧 你不方便 我关一下 平时都自己洗 可是你容易又推不进去 我是脚残废了 手又没涮 你看 慢点 哎呀 你慢点 你还挺有料的 别碰 急了 疯 苏伴 你别着用我 不不不 我手眼了 我去给你拿衣服 苏伴 你刚才真的是四目生身了 以前谈恋爱也没那么后级吧 装却真累 喂 我前两天逛街 刚好给你买了套新水衣 你开个门 我把衣服递进去 好 我把衣服递进去 好 我去接电话啊 你先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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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刘总 大半夜的 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呃 我睡不着 想找司业来聊天 我来接 大人 他跟你聊什么情 喂 老板 当年的火灾有线索了 老板 这位就是当年发生火灾的电影院负责人 是老板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呃 这 哎呀 这家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和我们这边的所有人 都断了 您信 那个亲戚工跟我们联务扯的 没有理由会放过害人 这备合必定一名知识 派人去美国 继续查 还有火上那个女孩 查得怎么样 还在查 要尽快 如果真的查到了 夫人怎么办 老板 我觉得你已经渐渐喜欢上夫人了 现在龙川集团的石头正我 求着和龙川合作的公司数不胜数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求来到这个机会 也不知道 会过来个什么总结 大少爷 您这次可要好好表现表现了 这样老立总 才能多看您一眼 我又不是只会我女人而已 厉总 好久不见 我是龙川设计总监苏晚 好久不见 婉婉 你还是这么好看 厉总 我们还是好好开始工作吧 别急嘛 我们就不能 续续教育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续的 你如果是这个态度 那合作没有必要进行下去 听你的 你说谈工作 我们就谈工作 丽宇怎么还没谈完事 你别走那么紧 立宇我再提醒你一次 教我审审 好像啊 还是我喜欢的那款味道 你再这样 立室和龙川的合作项目 就取消 我作为总监 还是有这个资格决定 苏晚 你这个臭贱人 都做婶婶了 还想来偷偷吃 你不是在婚礼上说 你和丽宇是意外 不喜欢的我 谁说我不喜欢 你都结婚了 还想关于我来的 苏晚 你不要脸 暴露了吧 还说什么意识冲动 还分明就是图谋已久 你不能走 你保证以后不要缠着丽宇 是她缠着我 而且你做出这种事情 就应该明白 当小三勾引得了一时 勾引不了一世 你不要和苏晚在一起了 你不要烦我 我跟你说 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我现在溺了 你连她一个指头都比不上 丽宇 苏晚 总有一天 我也让你尝尝被抛弃的滋味 珠宝欣欣欣苏晚 嫌弃腿爵 丈夫信无能 在公司楼下 与侄子上也欲据还银 哼 苏晚 我要是让你身换我 快看你抬我微博 图里的男人 竟然是苏总监侄子 他还有个鞋腿老公 苏晚看着正派 其实是这种人 本来是要和你家二少结婚的 结果和自己侄子够打不清 不得不说 这桂圈是争乱 你搞错了 我打听过了 他家的是侄子 现场改家的叔叔 天哪 这么劲爆的吗 上班时间 别聊八卦 好大的官位 小点声 要是被听到 要被穿小鞋的 凭着一张来历不明的照片 就能胡编乱造 网上说什么你们信什么 你们还有点判断力吗 胡编慢造 他老公不是历史二少爷 他现在有不是历史公子 就是 苍蝇不定无分的蛋 指定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走吧走吧 都真没穿小鞋 你是 是 不认识我了 叔叔 你是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找的 小三 什么小三 我和丽语是正常交往 我算合理上位 你干吗 我老婆不让我跟小三说话 我小三 你老婆才是小三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少在这儿污敏的 你看看 苏婉就是看你腿瘸抓不了肩 她好在外面红杏出枪 叶婉卿找我肯定是想害婚婚 我就看看她打的什么鬼主意 苏婉 你别进 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报复她 想不想 当然想 你有什么好办法 苏婉不是最受力要原子喜爱吗 等丽家家业的时候我们联手 我先让她身败名利 你再当众和她离婚 让她吵上吵 被人抛嘴死我 这个妈妈好 够很多 对付苏婉这种人 就要这么干 回来了 爸刚才打了电话 说过几天有立家家宴 让我们回去聚一聚 好 最近工作很忙嘛 怎么看起来没有精神的样子 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没什么 就是忙几天 真的 那你早点休息 别熬夜了 好 要是告诉绿四叶 她肯定会去找绿月 到时候书只打起来 我要上社会新闻了 求求我 求求我 你没事吧 这是我妈留过我的戒指 她保佑我很久 也一定能保佑你 求我 求我 我的戒指 来人啊 救火啊来人 我要 我要 求我 我来 你没事吧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没什么 我就是做噩梦 什么噩梦 我们压力太大 梦到火了 你在公司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现在是夫妻关系 我希望我们能单身相待 没什么呢 永远不告诉我 是心里还在乎利益 还是怕我担心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别走 陪我一起睡吗 我害怕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真的就是盖棉被唇聊天 我们之前一直分房睡 也该在一起培养培养感情了吧 好 看着李四叶这张帅脸睡觉 不会又做唇梦吧 看来 又被我这帅气的脸迷住了 你再这么盯着我看 今晚你就别想睡了 睡 马上就睡 哎 哎 素婉 你别动手动脚啊 嗯 好舒服好暖 你干嘛 你干嘛 别动 我看哪里怎么办 爸 爸 嗯 大哥 大哥 坐吧 尺子好啊 素婉 你别太过分 最近和事业怎么样啊 爸 我们很好 你给借的筹码是我亏欠你们了 这个呢 是我给四爷准备的彩礼 是我 不能不要 爸说拿着 就拿着吧 爸 爷对二叔他们家也太好了 撞到鸟腿 就要在爷爷面前 撞可怜 打开看看 这不是历家的传家宝吗 要不是那种大火啊 历世姨才是历世的主人 看来 你老爷子心里惦念的 让历世姨管理历家来 爸 你等着 你个佐佐而已 你计较什么啊 爸 这就让我们夫人带着玉琢 规矩是人定的 一个玉琢有啥什么 你得到的已经够多大了 现在给你弟弟一个玉琢 你都要尽尽计较吗 你 好 四姨 给你老宝带上 好 住手 苏婉她根本不配精力 我 一婉琴 你来干什么 你是当初不和苏婉婚女的人 给我滚 老爷子 你要是知道苏婉做了什么事情 就不会搞 苏婉怎么了 苏婉她脚踏了两只船 嫁叔做人性的同时 还要喝池子口袋 这座水性洋花的女人 在古代可是要被敬猪容的 哎呀 应该是真的 要是我也不愿意 一辈子伺候一个瘸腿 倒呆败坏 家闻不喜 省省口知识同情 要把你家的老祖宗 都气活过来了 李宇 怎么在叫苏婉的女人 正好让丽丝也把苏婉给修了 我好称虚而入 我和苏婉感情没有散 其实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没有 你怎么做 是大逆不道 罔顾人伦你知道吗 求爷爷和苏婉 成全我和苏婉 苏婉你听我解释啊 我 弟弟 你连子女女都摆不好 还喜欢我儿子呀 苏婉我发誓 那天我和丽语只是在公司谈项目 我要是有半句续言我不得好死 别相信他 赶紧休了 我们的复仇就要成功了 我 我 我去你 你死业你疯了 你应该打是苏婉 我打的就是 谁敢以我老婆为爹 就是以我为爹 死业 你相信我 当然 丽语啊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法 虽然我的腿瘸了 但是就比你还没有资格要不强 老婆 我说得对 在我心中 他连你的脚趾头都比不上 大哥 今天宴会上来的 都是家族里有头有脸的事 你连自己的儿子都管家不好 以后怎么管得好企业呀 不 至于你 我早就知道你想设计玩玩 之前待遇 不过是想将计就计 以便让大家知道你的真实面目罢了 你在做什么 丽语我再提醒你呢 叫我沈沈 你再这样 丽语和龙串的合作项目就取消 丽语这小子想叫沈沈的强调 没想到沈沈不理他 一万七啊真狠心 当小三就算了 还会别人的名解 监控里面拍子清清楚楚 碗碗和丽语根本没有任何事情 大哥 以后管教好自己的儿子 还有你 管好自己的女儿子 好帅啊 李四爷 李强 好好管教你的好儿子 不然的话 李氏进了人 不一定是你 爸 别呀 不会好好教育他的 爸 这些烂摊子 就您收拾吧 我们先回家了 婚礼一场 家宴一场 一场接一场 菜都不用上了 瓜都吃饱了 李四爷虽然瘸腿 但没你强啊 比李强厉害多了 你别以为 我刚才在说气话 李氏进上人 就算腿久不变 一路到 李 李雨 我不是鬼的 原来我李雨 我 我只是太爱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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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雨 我差点连历史的鸡尘全都没有了 知道吗 你 不 不要 把他给我拖出去 让他从此以后消失在农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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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这都是那个贱女人害的 我是无辜的呀 我不管 如果我当成长学员 小子 你也不想给我陷阱 李四爷 你 我一定会得到素完 来了 你有事吗 算了 我问你素完吗 他没有吃上家业 已经去上班了 房子是女人买的 生活费是女人赚的 你有什么用啊 不如你跟他离婚 我让他过好身份 李雨 我劝你不要痴心 不不不不 我想要得到的从来都不是痴心妄想 我只会光明正大的强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女的叔叔 废话 一个瘸腿的废 怎么配当历史未来掌门人的叔叔 你就这么确定 历史未来会是你 当然 哎 腿瘸了 就在家安心呆着 老了就去领地宝 别老实在爷爷面前卖可怜 我可不知 李总 李雨实在太嚣张了 从我决定装残废一开始 这种事情 我早就料到了 那我们就这么放过他吗 当然 李总 现在历史集团 根本比不上龙川集团 要不然直接让他们消失算了 直接消失 太平衡了 我要让立强 明白自己是井底之我 然后蔓延的 失去所有才有意思 要不是立宇平时老蹦的 这种小角色 你以前看都不看 之前一直看在爸的面子上 才没有对立强跟立宇动手 现在既然立宇自己送手门来了 龙川集团 就收下历史吧 反正历史 也是属于我的东西 那接下来怎么做 真正的猎人 从来不会出现在猎人的面前 我要让利益更加的紛张 直到他们父子犯错 那么所有一切的权力和地位 都会暴力不消 李总英明 天凉了 也该让历史破产 谁啊 大清掌子 敲什么敲 好死的 语尚 里边请 叔啊 你还想不想成为我的岳父 你 这话什么意思嘛 让苏婉跟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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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当然愿意 可是苏婉她已经结婚了 我也没有办法嘛 你就甘心这样 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小语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嘛 苏婉不听话 是因为你不会管教的 女人 就是要管 才会乖 那我应该怎么做 把苏婉给骗回来 让她跟我那个 李四爷知道过后 肯定会跟她离婚 我在接盘 到时候 你就是 历史继承人的岳父 有什么没有 我的好女婿 你比那个历史继 强多了 不会样好 那我跟她比较 我跟她 根本就不是一个动词 是是是 她是一个无犬无适的死瘸子 怎么能跟我未来女婿 做比较的 早点开始行动吧 好 我明天就把苏婉给骗回来 等你消息 岳父 好 好 哎呀 这种事就别等明天了 快点快点 现在给苏婉打电话 苏婉害我被设计界除名 我这下有机会报复 喂 爸 怎么了 苏婉 家里还有你妈的遗物 你今天晚上回来一趟吧 好 我下班就去拿 哎 来啊 坐坐坐 不了 我拿上我妈的东西就做 你看 你阿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餐 你不吃一口的肉吗 咱们一家人呢 难得囤聚 还是为了吃完再走吧 好吧 对呀姐 我上次的事情还想向你道歉呢 你就坐下来吧 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来吧 好女儿 走走走走走 一见到我就走 就这么不想见我 侄子 我们最好这辈子都不要再见了 爸你到底想干什么 哎 你别误会啊 我那是想让你们 化解一些恩怨 来来来 坐坐 女儿啊 爸爸知道你心里委屈 知道你妈妈去世以后 我对你的关心太少了 爸爸向你道歉 对不起 女儿 爸 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还会孝敬你的 这 章语 你今天向叔叔承诺 以后不准找苏婉的麻烦 好 哎 这对了嘛 咱们 一杯敏安愁 以后你们还是审职 啊 你答应 以后不再找丽丝业的麻烦 我就喝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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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好啊 嘿嘿嘿 啊 什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没有给绿雨下药啊 她怎么晕了 是我吓的 是我吓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苏婉是个二手货 凭什么她要当丽家的女主人啊 她不当 难道你当不成 为什么不行 我姓苏我也能嫁进丽家啊 有道理啊 咱们小小这么漂亮 凭什么她苏婉能嫁给豪门 这小小就不能啊 骨头啊 丽鱼点名要的是苏婉 你怎么能当丽家的女主人呢 蠢 那小小为什么给丽鱼下药 生米煮成熟饭 谁还在乎这米是什么品种的 重要的是米有没有熟 我就不信 我比不上苏婉 啊 还是我家小小聪明啊 那那你接什么 我认识叶总会的人 把她给他们送过去 再给苏婉拍几张照片 有照片当把柄 她就得不断的给我们送钱 那说完她那个瘸腿老公 要来找麻烦可怎么办呢 那个残废 你全无视她能干什么 啊 对对对 咱家小小要是跟丽鱼结婚了 那我就要两百万财礼 何止 丽家的财产都是我们的 对对对对 好货呀 请啊 你是谁啊 辉哥都不认识啊 没事 一会儿在床上 让你认识认识 不要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可以给你钱 像是缺钱的人吗 啊 你这种白蛋的这块 我很长时间没预见了 你可是我花了不少钱 才得到的 你出了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不 三倍 都躺床上了 还说这话 乖乖的赔好我 钱你留着 自己货 你这是犯罪啊 司法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劝你识相点 一会儿 少收点 你放开我 你这个禽兽 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剑 剑 敢打我 放开我 滚开 雷四眼救救我 哎 哎呀 我烧酒喝 雷四眼救救我 别翻口 就这么一会儿 放开我 给我上 放开我 谁 雷四眼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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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放开我 放开我 把他给我拖出去 放开我 你就在这儿待着 我不会放过他的 我在房间里陪苏小姐 叔啊 你可碰他哪儿 我还没来着碰他 我还没来着碰他 好恐怖啊 李总跟他爷问爷是感染者 夫人他今天估计就要丢江里了 万年在干什么 应该是保镖在打 李总 要不换我们来吧 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喊李总 啊 李总是 啊 这保镖在给李老爷子打电话汇报情况 而这个保镖呢是司业问李老爷子见的 原来是这样 司业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老板 夫人下班后去了他爸那里 一直没有出来 随后立居也进去了 然后我们的人看到他爸一家包车运了两个大箱子出来 让他们听听听 好 你下班后一直没回家 司业就托我一起找你 我们顺藤摸瓜就找到这儿 知道怎么做 知道 没事了 李四爷 每次都是你救我 怎么是你 苏网都被搞臭了 你就别要他了 你娶我吧 我干净 蠢女人 你为了爬上我的床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他们不是我叫过来的 请问李少 这位是李氏少夫人吗 我就是 就凭你也想当李氏的少夫人 你也不去厕所看看自己的样子 你配吗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才刚睡过 睡过 别以为和我睡过 我就会给你名分 别痴心妄想了 这李少可真掌 快点弄下来 这是大新闻 保准上头条 拿上你的衣服给我滚 先别在这儿为我的眼 等等 是谁叫你们过来的 打电话的人说是你叔叔 啊 那四夜 又是你 你给我等着 你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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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我为什么在这儿你不清楚吗 刚给我下完药就忘了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哼 你们涉嫌董家 被我的妻子使用非法刑 你们三个人 都要进监狱 叔啊 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你们 你就放过我们吗 好吗 放过你们 等你们下次再来害我吗 不会 不会了 不会了 我们一讲 一定重新做人 你看 你弟 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妹妹才二十岁啊 就是我妹妹 这件事是你们三个做的 你们三个人一起承担 王王 我可是你亲爹 你可不能把我送进去 亲爹 亲爹会这么对我吗 虎毒还不识子 你连畜生都不如 既然你没把我当女儿 我也没必要把你当爸 刘警 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了 放心 这三个人一定会被绳枝一放 苏婉 你不得好死 把她的嘴给我堵上 王王 我们回家 好 喝口热水 我 你去哪儿 你脸上肿了 我去拿冰块 给你冰敷一下 那我和你一起去 同事那次 加上苏晓晓这次 万万估计 有心理意赢了 嗯 你不知道 我差点被那个 见到你有多高兴 我应该早点赶到的 没有 你来得很及时 下次去别的地方 一定提前告诉我 我也没想到我爸会那样 我妈死得早 我爸又取了我后妈 我从来都是靠自己活着 为什么我越坚强 就越受到更多的伤害 以前你无依无靠的 现在你有我 李斯耶 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完了完了 好爱他 我是彻底爱上万万了 这婚一辈子不利 嗯 时间不早了 快点洗手睡觉 嗯 李总 苏晓晓已经交代了 这件事利语是主谋 可以死了 你好 龙船集团刘锦 烈士集团利语 我这个项目属于保密项目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了解 预测收益率高达百分之五百 所以龙船集团很看重这次合作 这么高 确定吗 龙船集团做了多家公司调查 才选择了利识合伙 利语如果怀疑 那没必要合作 我不是这个意思 等项目做成 以后整个市场就是我们的 只要开好投 以后大把钞票进利识口袋 龙船集团向来是信誉第一 我相信贵公司的保证 所以利语打算投多少 三十亿 三十亿 很多公司都可以做 龙船没必要找利识 五十亿 这是一块大蛋糕 龙船本可以一家独大 利语懂我意思吧 至少一百亿 这个 我得回去跟我爸商量一下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咱们提前进入成功 啊 就凭你也配给我喝 我 孙文 你是我的 利语啊 你来干什么 晚安 我 投资了一个大项目 马上就成功了 到时候 你就跟着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赶紧 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会赌气架给那个瘸子啊 你别自作多情了 从你出轨的那一刻起 你就什么也不是了 我的心里边只有你啊 利语你清醒点 我现在是你婶婶 你 和利四眼离婚 我们重新在一起 你喝醉了就回家 别跑到我家来撒酒疯 放开我 不放 我这辈子最讨厌出轨 你别痴心妄想 那个瘸子有什么好人 哈利四眼 我能买出你吗 放开我 放开我 利语 你要是再动手动脚 我就告诉老爷子 别他妈妈老爷子吓我 他就是个老胡托 他的位置 迟早他妈的都被我拿下来 利语 放开我 利语 四眼 你怎么出来了 我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 原来是我的治愈词 老婉 你先进去休息 我跟他聊下去 谁要和残废聊啊 他喝醉了 你小心点 没事的 我毕竟是他叔叔 残废 聊聊什么 没事啊 为什么打我 烂泥服不胜球的废话 打的就是你 真带你的隔眼睛好看清楚 我是你的叔叔 不对 我叔叔是个残废 他怎么可能站得起来 那我就能好好看清楚我是不是 这一拳是替苏恩打的 你给予自己的婶婶 做侄子要有侄子的样子 这一拳是替你爷爷打的 李家百年的基因 就毁在你们父子手里 利语虽然喝醉了 可四爷是个残疾人 要是两个人打起来 四爷会吃亏吧 真的打起来了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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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坐在轮椅上战斗力都这么强啊 放心吧 我已经替你教训过他了 他以后不敢再乱来了 我还担心你会吃亏来着 那他怎么办 给物业打电话 就说这里有块儿垃圾 行 垃圾 就应该呆在垃圾桶 这年头怎么还能睡在垃圾桶里 太臭了 我会在这儿 晚发生了什么 我第一次见穿戏中的流浪海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有血了 怎么浑身都在动啊 哎 别拍了 滚啊 好好好 哎 哎 立尚 你还加不加投资了 你不投资穿早上给别人 他 我马上叫我把我款 啊 好 准备合照 对付了一下 明白 来 来 秦雷 脸 怎么了 六哥就打架去了 你家干什么张事 怎么一块烂菜的味儿 爸 先不说这个了 我最近接触到一个项目 收益率高达百分之五百 哪大被雷踢了吧 什么生意收益百分之五百 是龙川集团的保密项目 龙川集团 这可是世界龙头老大呀 我缠着龙川的刘总已经好久了 只要我们资金到位 他马上跟我们合作 赶紧投资 就是钱不够 至少要一百亿 钱不够 那就从历史挪一下咯 反正这种事 我们还干的少吗 爸 你可真贪哪 这是我爸历史总裁 一号 这是龙川的刘总 久仰利总盛名 百分不如意见 客气 今天提李宇说有个项目签 他得过来了解一下 有龙川集团做后盾 项目你大可以放心 这是合同 你可以先看看 龙川集团 我当然放心 我只想知道 什么时候看见收益 利总放心 半年之内肯定可以 如果利总拿出好成绩 那你的弟弟就再也比不上你了 不瞒刘总 我那个弟弟确实爱言 趁着项目成功 我一定把他赶到国外 利总六亲不认 果然是干大事的人 爸 那赶快解释吧 行吧 请 利总 你就等着收钱吧 用你这句话都放心了 老板 老板 月儿钻姐们 该收 突然都跟父子开口去会 出事了吗 有人举报你挪用公款 导致公司资金流断裂 所有项目停止不前 利总 那不是你个人的钱 利私的钱 我们董事都有份 你今天把空隆博上 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不然 你就等着法律上见吧 有证据吗 我和我爸很忙的 是我举报的 我已经将农用的流水 发给董事们了 你敢背叛我 你找死 哈 哼 既然都发现了 那我交实力好了 钱花在龙川集团合作巷子 等赚上钱了 各位 都有分货 这么大数额 真的能赚得到吗 和龙川集团合作就不会赔钱 你懂不 安全起见 你们找龙川的人过来见证 鲤鱼 打电话给刘总 刘总没接电话 这不接电话 说明有猫腻 一百亿亏完了 那么历史就完了呀 给苏文打 苏文在同窗工作 苏文 我是鲤鱼 你先别过 上次跟你谈的合作项目你还记得吗 记得 不过那个项目早就中断了 怎么可能 刚开始的负责人是你 过后才是刘总 我前几天才和他聊过 刘总 这样吧 我待会来律师具体了解一下 龙川的人 马上到了 各位 先等等 你个吃里扒歪的东西 我弄死你 住手 刘总 刘总 你终于买了 刘总 你怎么和律师也在去 你们一伙的呀 如果不是因为你谈 怎么会被我骗 小柱 刘总 刘吉 都说 好啊 那些伪造龙川来历 偷我 李天曆还钱 律师要败在你手里了 谁让你得罪律律师业 你们兄弟的斗争 已经连累到我们身上了 如果我掌握律师的话 这份合约我可以取消 历史的一百亿 我分为你不取 历史业 你说的是真的 自然 一个瘸子 怎么可以当总裁呀 难道要别人这么历史 直指点点吗 一个瘸子当总裁 这企业形象也不好 但是我们的钱都还握在历史业手里 谁说我是个瘸子 这不明显吗 你这不坐轮椅呀 你没有参废 你去骗我 我要是不骗你的话 我走就没 你们对我刁难打压 我就是装瘸 才能逼你 既然没参废 那四叶你立刻上任吗 再来不要忘了 是历史业 骗有点鲜的 我们可以够他 钱也可以 要回来 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 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可不是骗子 我真的是龙川集团首席特助 我忠诚 龙川集团掌权人龙先生 也就是历史二公子 你的弟弟 历史业先生 怎么可能 我这些年在国外 并没有现场 龙川集团 确实是我艺术创立 原来神秘的龙先生 就是四叶啊 还搞什么呀 历史归到龙川 我们就是四叶第一的大企业 林四叶 你这个阴险狡诈 卑鄙小人 没想到弟弟 几年不见 成长了不少 就算你搁到老爸那里 我历史寄从学 你赶不走我的 想一想 弟弟 大哥跟你道歉啊 做人休得 你想对亲哥哥赶尽杀绝吗 像我儿 那你会死得更惨 好吧 那大哥就先将为普通基层 接受内部调整 这丽丝业真是公司分明啊 被压布了这么久 都没有报仇 真是心胸广阔 以后 公司就养葬丽丝业了 晚晚要到了 我先走 剩下的事情 你来处理 好的老板 丽丝业 晚晚 丽丝业 丽业 完了 完了 掉马了 没想到你藏得够深的 连我都给骗过了 你现在跑得挺溜的呀 我 我这 我不想听你说话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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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做事有苦衷的 十年前的时候 有人想放火害我 我是为了让凶手放松警惕 才贵状怯的 那你现在怎么不装啊 这不是被你发现了吗 是啊 我要是不发现的话 你肯定一直买下去 是我傻 我整天心疼你 我还努力还放弹 对不起 我现在就把工资上缴 以后你再也不用 那么辛苦的工作了 是钱的问题吗 我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追踪大福 你问你故事吧 不 我不要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我问你 你装缺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刘特主 刘简 他都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如跟他结婚算了 起开 请问您是苏万小姐吗 是我 怎么了 我的天啊 这可是爱马仕珍藏系列 全球只有两个 并外一个在欧洲女王手里 那条项链我在新闻里见过 真正由十克拉的非洲原传雕刻而成 拍摆了两百个亿呢 还有法拉利超跑 这设计估计全球只有一辆 苏小姐 这些都是您老公为您定制的专属赔罪礼物 苏总监真有福气 老公这么宠他 我不要 谁买你车给谁 天哪 汗得汗死 拉得老死 求求人送给我吧 苏小姐 您别为难我们打工人了 请您签字吧 行吧 来 苏小姐 就凭这些东西就让我不消气 你死眼 太小看我了 这些东西都是我熬夜帮利总预定的 怎么说扔就扔了呀 我打工一辈子都挣不到一件 你不要 我要 哎呀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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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 好久不见呀 嗯 嗯 夫人 我就是个没钱没势的特助 我您千万不要辞退我 我怎么敢呢 我就是个外人 你才是内人 我算哪颗葱啊 是不是 我这个 我 我 这 哎呀 夫人哪 您到底生了什么气呀 我是他妻子 我希望两个人能彼此坦诚信任 但利总不想让您受到伤害啊 您给了他一个家 利总不想让那些黑暗的事情污染到你们的二人世界 他真这么想的 利总是商界杀神 没人敢靠近他 跟您在一起之后才才变得温柔了 夫人 您不该怀疑利总对您的爱 您想一想 地产的事 碧海之心的事 还有您亲戚的事 那都是利总在默默地守护您的 全部都是他做的 嗯 嗯 刘总 我想早退 没问题 工资照发 哎 夫人 这东西呢 到你了 谢夫人 看来 这个家 没我不行啊 看来还是给你 他说叫我 不议学装课 不然我按照信念 你怎么了 我本来想给你做顿饭道歉的 可是没想到 我太没用了 你是堂堂龙川集团的总裁 不会做饭很正常的 走 这房子是你让打五折的 你都知道了 我能进龙川当总监 也是因为你 房子的事情我可以承认 但是那件事情 完全是靠你自己的能力的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你默默守护我 你原谅我了 看你表现吧 你手快流血呢 别动 让我放吧 既然我们彻底认清对方的身份 那以前的都不算数 可是我们已经领证了呀 我不管 我要重新开始谈恋爱 老板 国外追查的跟谈恋消息 清洁工已经找到了 走 你会会的 说说吧 当年为什么要放火害我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大神卫生的 那舌头长着也没什么用的 帮他把舌头割掉 我说 我说 当年故事给我解 我放的火 故事 当年确实被立氏打压的钱 与立氏积怨已久 立总 龙川氏现在没有故事啊 故事之后 已经被立氏搜过了 那立总您的仇人其实早就解决了 把他拖下去吧 他拖下去 立总 当年的女孩找到了 呦 赵紫怡 你这么年纪漂亮 怎么也到商场做保洁呀 肯定是想找个富贵客人 按高职呗 我找什么工作是我自己的事 你们不要乱猜 别做保洁了 嫁给我儿子 来年啊 让我们老李家抱个大胖小子 我不可能嫁给一个混混 就你这种啊 没什么文化的女人 配我儿子也够了 你 作为女人 早晚都要嫁人的 我也是为你好嘛 让开 你这怎么不懂好来话呢 你没看见他不愿意吗 你谁呀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这是大小伙子 打老人啊 不许贤 不许贤现在不站起来 姨老卖了 霸凌同事还对客人碰刺 你们三个人 被开除了 笑死人了 你说开除就开除啊 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商场给我买下来 这男的瘟子 这么大商场五分钟就买下来 立总 你懒了立总 真对不起 立总 我这就把他们都开了 经理 他到底是谁啊 他是我们新来的大老板 你们几个老蠢货都干了什么 保安 把他们都拉出去 不怕 经理饶了我们吧 我不敢啊 立总 你没事 我就先走了 没事吧 赵思怡 你是 十年前电影院的那场大好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救了一个男的 然后我也晕倒了 醒来就在医院里了 你救的是我 是你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没事 无论是谁我都会救的 你现在住在哪里 住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里 和那些大妈们一起 刘特主 被车 先带赵小姐回去 好的老板 谢谢你 赵小姐 这位是我老婆 苏万 万万 这位就是当年火厂的救命恩人 赵紫义 苏小姐好 赵小姐 感谢你当年对四叶的帮助 给赵小姐安排一栋别墅 另外再准备一下 送她进农川珠宝 是 立总 谢谢立总和苏小姐了 想不到我当初小小的举动 能有这么大回报 赵小姐 对面请 我今天去找她 她正在被人欺负 所以我就想帮她改善生活 以报当年的救命权 解释这么多 心里有鬼呀 哪有 我就不是怕夫人不明真相 爱这笔醋吗 我才不会吃醋呢 我们 一起帮她搬家吧 当年我在火场 就了一枚戒指 你有没有看到 戒指我一直戴在身上 可以还给我吗 当然可以 是你的东西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对不起苏小姐 我早上没吃饭 有点滴血糖 没关系 赵小姐对别墅还满意吗 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房子 谢谢丽总 和苏小姐 比起当天你救我 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 今天怎么不开心啊 我看到赵小姐朋友 你乖的 你要是喜欢上别人 你就不能说了 会主动退出 说什么时候 我怎么会喜欢别的人 你为我知错 我很开心 因为真理理在我 我们干脆直接跳过谈音 不错吧 不行 谁让你包子打 我扣着呢 打你三天不准惊我 我那个是不可抗力 不行 李思义 你要把文英上工吗 我哪敢 我送你回去休息 李总说了 你刚接触工作 先适应环境 不用着急干活 请帮我谢谢李总 好的 请问我 叫张子姨您是吗 你长得真漂亮 谢谢 刚看你跟刘特住在说话 你跟李总很熟吗 我算是她的救命恩人吧 她找了我十年 十年 救命恩人 那李总对你肯定有那方面意思吧 这不就是多年试赛 一朝重逢 爱情火花的即逝感吗 子姨姨你要是当了夫人 可别忘了我们呢 嗯 大家先回去工作吧 我们休息时间再聊 冬草 酸甜 子姨 工作还适应吗 大家都很照顾我 多亏了李总和你 我才能有现在的好生活 别客气 那个 你对私业是什么感觉啊 感激啊 当初我做保洁被同事为难 他直接为我买下一个大商场 帮我教训同事 你先去工作吧 买下一个商场 李四叶 如果你先找到的是赵紫义 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今天要和四叶好好聊一聊 恩人是恩人 老婆是老婆 我们要好好巩固感情 喂 一个人低估什么呢 吓我一跳 刚一进门就闻到饭香 这是给我做的信息吧 是属于我们的烛光晚餐 能去到这么好的老婆 真是我的夫妻 嘴这么甜啊 嗯 帮忙上菜 嗯 魏思燕 我今天听紫衣说 你还没想到 喂 厉总 我肚子好疼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我快不行了 我现在让留头者 给你叫救护车 我好害怕 这个城市 我只认识你 好痛 喂 紫衣 喂 文文 赵子姨的电话突然断了 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婆 你吃完先睡 不用等我 不行 我得去 孤男管女共处一室 更危险 好事 紫衣 利总 嗯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让救护车过来 不用了 已经好多了 肚子疼不是小事 还是去看一下 我昨天 我昨天买了药 就在卧室 走边抽屉 你能帮我拿过来吗 好 好 你等我一下 真正好 想不到 我当年随手做了一件好事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一定是戒指保佑 应该的 应该的 利总 又开始疼了 你的病怎么会这样 当年火灾之后 家里发生了点变故 落下点小毛病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 把你病治好 莉总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苦日子过惯了 如果有一天 这些都没有了 我会不习惯的 你放心吧 我说了要照顾你 就会把你一辈子 都安排好的 那以后我就有家了 是不是 看我在想什么 你跟苏婉姐 才是真正的家人 我在做什么梦 到时候可以认自己 当干妹妹 免得她患到患事 你不要看轻自己 我会给你一个家的 前脚和我说谈恋爱 后脚和别的女人 说要给她一个家 李思义啊 我在你心里 到底算什么 真是便宜的 苏婉姐 赵子爷 和工厂对接订单的 是不是你 是的 你看看这个 销售部打了电话 说货物不够 销售开听窗了 你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我 我 这离 你连自己哪里出错都不知道吗 最后的小数点没标 你导致公司损失两百万 对不起苏婉姐 苏总监 我下次一定注意 公司明文规定 最后下发工厂的订单要检查三遍 你真的检查够了吗 我 两百万可不是小错 你要是把聊天的时间花在工作上 就不会这样了 怎么感觉苏总监特别真的照自一啊 我们刚才和子依聊天 会不会也怪罪我们啊 子依 要不你还是别做这个工作了 苏婉姐 我不想离开龙川集团 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女强人 你起来 按照公司规定 你犯下这种错误 就会 等一下 第一次做不好很正常 下次多注意就行 总得给她机会吧 才能慢慢学习 逐渐进步 学习归学习 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对不起李总 是我一时疏忽 苏婉姐你放心 这两百万 我一定打工不上 两百万 我帮你补了 李总 她现在是龙川的员工 你是老板 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知道 几个钱从我个人账户走 不会动用公司一分钱 你对公司其他员工 也这么大方吗 龙川集团 不怕员工犯错 只要大家有信心努力 公司都会给大家成长的机会的 就算你这次提的不上 那下次呢 下次有下次的几句办法 没关系 这次就当成叫醒 行 又不是我的公司 我操什么心啊 厉总 请允许我早退 苏总监 姿怡 厉总竟然愿意 帮你出两百万案 没事 苏总监一定是因为嫉妒你才会走的 是 王万 王万 你平时对下属很包容吗 为什么今天要这么针对赵紫言 你觉得是我在针对他 不然呢 你不是一个精心技巧的人 你错了 我就是 别说气话 你平时根本就不这样 我平时什么样 我作为上司我不能教育自己的员工吗 当然可以 但是他已经认错了 你还想他怎么样 有你护着他 我能拿他怎么样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能力出众的 赵紫言他只是一个保洁出身 第一次接触职场 不可能一个错都不犯 你是老板 你能替他承担两百万的错误 谁来替我承担 丽丝业你这是公司不分 我 我 你说 整个龙川都是你的 我帮他只是想报答当年的证明之恩 如果当初你先遇到的是赵紫言 你还会和我结婚呢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我已经跟你结婚了 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先遇到他 结婚证事根本就不会有我的名字 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慢慢 厉总 你怎么一个人喝闷酒 行李饭 来喝一杯 你怎么在这 我想请教一下工作上的事 证据苏丸姐不省我的气 苏丸现在不是生你的气 还生我的气 对不起 苏丸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我现在什么办法都用了 她微信也不回 送了礼物也不说 那苏丸姐为什么生气啊 不知道 前几天还做了一桌的好吃 这两天就不对劲 女孩子都这样 都哄哄就好了 我真羡慕苏丸姐有你这样的老公 不像我 什么都没有 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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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苏丸如果看到我们俩睡在一起 会不会直接跟你离婚呢 小姐 小姐 情况什么事 开间房 我要扶丽总去休息 苏丸姐怎么会在婚索开房啊 你怎么会不会在婚索下 你怎么还会在婚索中 我妈 看他不是當成了我 巴不得跟他結婚的人是你 蘇婉姐你千萬別這樣說 立總醒來會怪我的 怎麼會呢 他只會護著你 不信你看著 第四眼 我向你求婚的時候說過 我只要忠誠 現在你出鬼 我們別關門 你出什麼 你出鬼了我們離婚 那別鬧啊 有什麼我們回家再說 我沒有呢 蘇婉姐 剛剛真的只是誤會 我跟立總之間什麼都沒有 剛剛你們已經親在一起了 要是我再來晚點 是不是就看到你們睡在一起了 趙姬只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麼可能會跟她睡呢 怎麼不可能 我在你眼裡就是這樣的人嗎 夫妻之間要相互信念 這是你說的 我真的只是喝醉了 那她為什麼在 她 你白天把她給罵了 她只是來找我聊工作的 我才是她的直屬上司 聊工作也應該找我 而不是深夜找我的老公 立總 蘇婉姐你們不要吵了 說來說去都是因為我 我是你們夫妻之間的阻礙 我想好了 明天我就離職 回去繼續做保洁 把事情搞成這個樣子 滿意了吧 我言 Zweig了 你被說回來的 我和他 做訓練說 他feh倡 你搭訓練了 你不遜 不過我 你不遜 著說 隨身 安排的好 还有 这个 多亏爸提前调查 把清洁工给买通了 也把戒指的故事给摸清了 不然 丽丝业真的有可能 查到我们同事 就算丽丝业在中学年残匪 也想不到当年放火案的幕后黑手 就是我 现在赵子已经被误人为救命恩人 爸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丽丝丝 丽丝丝业早就安排好了 我冒充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离见丽丝业和苏婉的感情 第二个目的 就是把丽丝业骗出来 丽丝业身边 一直有人保护 根本艰辛不了 现在丽丝业愧疚 房线彻底崩溃了 子怡可以随时把她骗出来 还是爸老谋生算啊 这次我们一定不能放过她 放心吧 十年前我富人之人 等她骗了 现在 我又不仅能得到丽丝 还要抢走 农川集团 妈 我想要农川副总的位置 行 您是我亲儿子 杀不了你的 你明天假装离开 把丽丝业骗出来 你们早晚把她给绑了 那说好的尾款 别心急嘛 事成之后 给你的不会比丽丝业 给的少 明白 谢谢李总 哈哈哈哈 等等 谢谢丽总 和苏小姐这些天的照顾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 我向你道歉 苏小姐你没错 还是原来的地方适合我 我走了 子依 你不用走 这种房子本来就是买给你的 这是我当初的承诺 不用了 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不想被人收我 我冒钱财 希望苏婉姐和李总 能永远幸福 快乐 子依 子依 不是我太忌妒 子依毕竟是你的 我们不能就这么换他走 不 快追啊 子依 你要是走了 我跟四叶都会愧疚的 是啊 回来吧 回来吧 思雅 没想到苏婉也跟了过来 买一送二 立强跟丽宇应该更开心吧 对对对 真是一对苦命鸳鸳鸯啊 还没和好就要死了 没关系 去地下做父亲也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因为有钱拿了 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比较简单 拿你的钱还要骗你 太难赚了 是谁让你来的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这怎么能说 我没款还没拿到呢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 丽室和龙川的人不会放过你 哈哈哈 我们干这种事还怕这些 等这些火烧起来 你们俩估计都成灰了 哈哈哈 你把苏婉放了 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 可惜了 谁让他跟你过来了呢 真没想到 短短十年 当初那个善良的 还竟变得真亡 哈哈哈 李四叶 我不知道你是傻还是天真 还不是怪你自己认错了人 什么意思 我根本就不是你的救命人 你骗我 没想到啊 你没戒指 能将你们骗得团团转 这不是我妈的戒指吗 什么 这真是你妈给你的戒指 是 是啊 那你十年前也没见过我 我的确是经历过一场大火 但是我不记得了 你们两个 去地下才复盘 你没事吧 李四叶 李四叶 你别睡醒醒啊 不懂事 尖叫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婉 我叫李四叶 你的腿还能动吗 哈哈 我不要怕 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这是我们艾姆留给我的戒指 他保佑了我很久 现在也一定要能保佑你 你把戒指给了我 我带你怎么办 我不要紧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不会死的 小心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好啊 这个戒指 十年前的本命里 现在一样也能 李四叶 你不会死的 傻瓜 我们都会没事的 在这边 老板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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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老板 你没事吧 老板 夫人 你们没事吧 去找赵子爷 别让他跑了 是 走 没事 啊 啊 啊 在那边 在那边 传之外 站住 别跑 去那边看看 救命生快就到了 要是别找他就没命了 只有李总能救我了 都是林强和令雨让我这么干的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求求你们了 你还知道些什么 清洁工 清洁工也是他们收买的 当初的梦侯配手 其实是他们 把他偷下去 他们才是主谋 抓他们的 你们一个也偷掉 我现在知道错了 姐姐你们放过我吧 我后悔了 有什么话 等着对司法部门说吧 我现在说了 放过我们 出现你们 去抓大哥 这次你一定要救我呀 原来你事业 就把我收起监狱了呀 对啊爷爷 求求你 救救我们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他可是你在前提点 爸 我叫我说 你就报警 你救一次 早子如此 何必当初 爸 你居然报警啊 我给你亲儿子 你只进监狱 司业才会放过你呀 我不信 就是因为天心 当初一心要立司业当继承员 我才对他下手的 去去一个律师 就能让你 气轻轻于不过 就能让你放我 烧你弟弟 我几十年努力 我就是为你的口中 去去一个律师 我一生这个手法 没想到 教育出你这么一个杀人犯 这事怪不到别人 要怪 就怪你偏使 你 才是杀死那个世界的凶手 你这个不孝子孙 我不会放你了 爸 别怪我了 你想怎么样 丽宇 你也简单 你也简单不听话 动手吧 好的 爸 逆子 爸 你说立司业知道你出事了 会不会来救你 子爷 我会笑你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 哈哈哈哈 是吗 你说立司业会不会用他的命 换这条老东西的狗命呀 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个逆子 你竟然想是师父 我不一定要师父 我还要杀地 哈哈哈哈 爷爷 你就听我爸的吧 都是儿子 保哪个不是保呢 我不认为他这个人 现在才想断绝父子关系 去了 到底想怎么样 给我保险箱密码 和银行最高权限要吃 我可以放过你死眼 也可以放过你 待会你怎么离开 这不用你操心 快说 保险箱在哪 老东西 让我记得谁你 你应该知道 我没什么耐心的 爷爷 别磨叽了 有这个时间 我们早就到机场了 快说 走 老板 立强可能已经听到了 我们这边发生的事情 去老宅 他肯定回去找吧 呃 哎 啊 有密码 密码 保险箱还你又没打开 密码又想忘记了 别耍我呀 说不出 密码 阿强 你再考虑考虑 世界还没到这一步 等你打开保险箱 那才是真的完了 我受够了这些年报 让狗样训练 让我考虑考虑 看到我被历史 看我被历史 才能救生吗 啊 你来到转移 才能出国 就能一了百了吗 怎么不能 把我这辈子 见不到你们 我恨你们 都去死 我会帮你说话 四爷 不会做得那么绝的 别废话 密码多少 说 那是历史的 你要拿着密码 历史的要她拿呀 都死临头了 谁还在为这些东西 快告诉我 密码 你是你妈妈的生日 是 试过了密码不对 不对 那 那是我 我的吧 这是 还是不对 怎么回事 反正 反正是谁的身上 你一个个是吧 老东西 短时间是吧 你真以为 我不会死啊 你爸 住手 别把 别打 你把把放开 我就把礼物还给你 你谁 你这乐意做傻的吗你 你真以为我会在乎 一个废物死活 爸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 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啊 乖儿子 在国内好待着 我爸稳定 我过来接你 爸 你好狠的心 厉氏 和龙山集团都给你 爸的身体不好 先不再放开 好一个父子亲身啊 厉四爷 你抢走多少东西 如果不是你 我们走到这一步 我抢走你什么 我的父爱 我的内事 都是因为你的出生 换为无有 我今天来就是要将集团 重新交还于你 你所说的父爱 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你骗鬼吧 他的爱都给了你 到今天这一步了 我 我怎么会厉害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们都去死 我看你给老家伙谈笑 我都恶心 哎 不要人没消息 给我配搭 你 你别激动 你先别激动 前路飞机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随时可以出国 没事了 李思人 我要一个命 小剑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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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老板 快 叫救护车 李思人 李思人 他那一鲜鱼 死在一怀里 什么是痛苦医生啊 哈哈哈哈 他要是出事的话 你也别想活了 来呀 老板 我已经叫救护车了 罚声就到 来不及了 你去开车 我在后面跟上 好 走 老板 我们好不论自己强人 后面是失去你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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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设计师苏婉苏小姐 恭喜苏婉获得此次 龙川珠宝设计大赛的一等奖 让我们有请苏小姐上台领奖 下面给苏小姐颁奖的这位 那可是大有来头 龙川集团的创始人 历届龙川珠宝大赛 背后的神秘出资人龙先生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龙先生为苏小姐颁奖 孩子都已经三个五花了 该休息了 现在你可不可以带着 不影响 最近有好多大公司找我合作 我可不要错过这些机会 你想当我老婆还是一个工作客 看来家庭主妇只能利先生来当 雷之计 下面有请苏小姐发表获奖改言 感谢龙川集团给我这个奖杯 我会带着这份荣誉 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努力前行 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公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句 我爱你 谢谢大家 好 暂费 好